36. 聯合報 碧昂絲改當英雄 2015年7月8日升拉克斯4在登大銀幕 項兒匪報道外形美艷 身材搞好的碧昂絲不拍電影太可惜了 最近不少電影都相中他 包括全民超人二和復仇者聯盟3都傳出對碧昂絲有興趣、巧合的事 這兩部片都是超級英雄電影,以歌手出道的碧昂絲拍過幾部電影 但近年主力都放在歌唱 入前傳出萬威與迪士尼的老闆正考慮請碧昂絲演出萬威的女英雄 希望他加入成為復仇者聯盟系列的新成員 並有信心他可以像黑寡婦斯嘉莉約翰森一樣性感搶眼 另外籌備許久的全民超人二最近終於完成劇本 除了第一集的男、女主角威爾斯密斯、沙利塞海龍都可望回歸 迫昂絲也被視為可能的生力軍 全民超人在2008年推出後,票房表現得錯 但逐集始終難產 入前導演比德帕格透露,劇本已準備差不多了 各方開始點名演員,除了迫昂絲外 威爾斯密斯的兒子既登史密斯也是可能的人船 迫昂絲最近和丈夫傑斯由紐約搬到洛杉磯 來美國電影大本營好萊塢更近 有可能就近發展電影事業 前一陣子漫畫改編電影《神力女超人》一度傳聞想找迫昂絲 後來由蓋爾加島出線,但迫昂絲也透露 他不排斥演超級英雄電影 女傑斯由紐約 比喻斯由紐約 比喻斯由紐約 迫昂絲 比喻斯對